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章十八节 一直到二十一节 我们先来读神的话语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 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 恩典也借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当我们今天来看这四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真是心中伸出何等的释放和感恩 他这里说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就指亚当和夏娃 他们吃智慧树上的果子 也就是说 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们因着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也更是因着要成为神 而吃那树上的果子 违背神的命令 因为这一次的过犯 使人从此就是有罪了 也就是说 会以自己为神了 那么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哪一次的异行呢 就是耶稣基督 他死在十字架上 替人死了 担了世上所有人的罪 所以他这里就说 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 这里的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 并不是指所有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做了这件异行 所有的人都得到永生 而是说 他所做的这件事 就是这件救恩 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永生 但是这个救恩要在具体的一个人生命中有效 那还需要你要来承认 相信并且接受这个救恩 也就是说这个救恩的礼物 这个恩赐是给所有罪人的 是可以去遮盖每一个罪人的过犯 可以去遮盖每一个罪人 他有罪的 必死的 生命的 但是需要这个罪人 要这个礼物 所以接下来他就说 因一人的背离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成为义了 这又是一个对照的句 我们就看见亚当夏娃的罪的根源是什么 亚当夏娃罪的根源就是背离 背离神 其他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这一棵树不要吃 但他偏偏就是要吃这棵树 因为背离 因此我们今天 我们这些因着亚当的罪 而有了原罪的这些罪人 我们和他有同样的天性 如果我们背离神 其实这个背离 是我们天性中自然而有的 常常说青少年会叛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生命中的天性 都是背离神的 都是不愿意来顺从的 都是要自己来判断 审时夺势 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走向 我们要把这个主权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就觉得舒服 心里踏实 虽然我们在理论上 无论信的还是不信的人 都知道我们是人是有限的 甚至都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设计 和我们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有害于别人的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这个还有可能有害于自己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 交出主权 这就是罪人的 所谓天性 就是背离的天性 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这里就看到 亚当的背离 相对应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顺从 那耶稣基督 如何做成这个救恩的 他不是自己来设计 一个怎样的救恩的方式 他是来让天父的旨意 在他身上葬行 即便他是在 丧十字架之前 他在科西玛内园 汗滴如雪 他请求神 将这面前的苦碑挪去 那这个苦碑 既是丧十字架的苦碑 更是就是死 什么是死呢 并不是仅仅是他肉体的死 而是天父眼面不看他 那眼面的那一刻 就是天父与他之间的 这个隔绝 因为世上的所有的罪 都压在这个 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圣洁的神 也面不看他 与他隔绝 那么对于三一神来说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极为紧密的 那这种隔绝 其实就是死 但是耶稣他在科西玛内园的祷告 他最后有一句 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那这就是最大的顺从 这个顺从就能够颠覆和改变 人的自我为中心 因为自我为中心就是要照我的意思成就 而顺从就是照你的意思成就 那罪的核心就是自我为中心 那么顺从的核心 意的核心就是以神为中心 因此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的张力 如果来判定我们做一件事情 究竟是出于神的呢 还是出于私欲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这件事 仿佛是我们的天性 但它出于我们自我的考量 出于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 那它就是罪 如果这个决定是出于神的感动 出于圣经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不是按照自己以为对神好的意思 而是顺从上帝给自己的安排 那么这就是来跟随了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中国的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非常深体会这一点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是愿意以自我为中心的 甚至我们爱神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爱 甚至我们做神的事工 也是以自我为中心 一旦神让环境 或者神甚至明确的呼召和感动 与我们的自我为中心设计的方案 道路不相合的时候 我们就心生怨言 上帝常常借着环境说话 上帝也借着我们的属灵同伴 属灵长者对我们说话 但一旦这些话 一旦这些感动 让我们不舒服 也就是说 没有按照我们所预期的 我们所设定的 我们要求神 为我们安排的道路来走的 我们就会觉得 跟神之间有隔链 宗教情怀 常常会让我们有一种 虽然有自我牺牲 但是是自我愿意牺牲 而不是成为五饼二鱼 放在圣手中 我们有很大的血气 来为主做什么 甚至以世俗的这种 成功神学的观点 来想让神帮助我们 成为世人羡慕的人 以至于用这种方法 吸引人归主 其实成功神学 就是很好的例子 它就是背离神的方式 神的救赎方式 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替罪的羔羊 但今天成功神学 却是拥戴耶稣为王 就像当时的人一样 成为君王 成为万众瞩目的 来实现所谓宗教的理想 而上帝真正喜欢的不是献祭 不是你给他多少的金银 给他多少的牛羊 而是顺命 上帝喜悦的是一群愿意对他说 主我在这里的人 而不是对他说 主你让我去哪里的人 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学习耶稣的顺从 当我们顺从的时候 我们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生命 都是按照神的要求 或者说任凭神的意愿而行 那么神的意愿就是意 我们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是意 那这里说到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夺 只是罪在哪里显夺 恩典就显夺了 因此在这里讲到的律法本是外天的 律法是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得救的 遵循律法也不可能使我们能够得救 唯有顺服神 因为律法只是让过犯显夺 就显明这是过犯 律法并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神的喜悦 他这里讲到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接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胜 因此他再三地把律法 罪恩典三者并列 来讨论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唯一解决罪的方法是恩典 而不是律法 只有在恩典之中 我们才能够脱离罪 但是只有律法 才能够让罪显出它是罪的本相 使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身上什么是罪 因此我们读神的话语 使我们明白自己什么是罪 我们得圣灵的帮助 使我们能够脱离罪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使我们脱离罪 不在与神隔绝的位置上 亲爱的恩主 真是何等感谢你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纵然懂得律法 我们仍然陷在罪中 我们纵然学到各样的知识 我们仍然拿这些知识 拿这些罪的条例 去论断别人 审判别人 我们纵然拿律法 来审判了自己 我们也只能死在绝望之中 无利自救 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既因性称义 就要因性而成圣 亲爱的恩主 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真是在你的恩典中 远离罪 在你的恩典中 做一个顺服的人 顺从 就是将自己 全然地摆在你的面前 备注使用 孩子多么盼望 自己能像 那个五饼二鱼的 那个小孩子一样 交出自己生命的全部 不在乎他的多少 不在乎他是荣耀还是残缺 不在乎他能做什么 而是交在你的手中 也不在乎你究竟是按我的方式 还是按我所不喜悦的方式 来使用我的生命 因为这生命是你的 平耳一行 主啊 愿你的旨意 畅行在我的生命中 如同畅行在天上 因为你的爱 是我里面的满足 使我能够顺从的 那个宝藏 主谢谢你 愿你使我们更明白你 明白你救赎的大爱 也明白你的律法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